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开语文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 经常可以读到很多关于述州的人和事 从大泽乡起义 该夏之战 到宋经敖战 淮海战 从明子迁 姬康 马皇后 到白玉玉 苏氏 赛珍兵 千余年美 这里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苏州是一个交通遍及的地方 地图宛苏鲁域四省交汇区 地境沿海 贝衣 中原 境内铁路 公路 水路 航空 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疏路 苏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 地上有粮 拥有耕地九百万本 是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区 最大的粘片水果产区 素由国海粮餐之称 地下有煤 煤炭碳银储量四十二亿吨 年发电量两百一千瓦斯 素由乌津梅海驻域 苏州是一个加速发展的地方 近年来 我们干全同心 打赢了郭平攻坚战 三年首创首成了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推动了新型工业化 传统产业 藤龙换口 新型产业 集群巨市 我们加速了新型城镇化 城市建设 热心愿意 乡村发展 全面振兴 我们深入融入 长山角域体化 启动建设了素航产业园 我们全面融入淮海地域区 合作共建了素渠产业园 我们的中国云都 一军投起 淮海自算 算力互联 变首支盼三大算力中心落地建成 我们的中部协都逐步形成 广州 温州 泉州协业 实现三州归宿 当前 我们充分发挥 数位好 交通畅 货场风 人力多的优势 紧扣打造苏鲁域省济平民区业 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 在晚北振兴中走在前 着力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 全力充斥全国百强市 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宿中 心灵归宿 幸福之中 朋友们 陈瑶宁为宿中不如以敬 点赞 贺产 谢谢观看 未经许多优优弥